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一涵近期参与了陆纵 《花儿与少年好友记》 与青蓝宁静等人员赴法国 一行人在最新一集的节目中 到某家知名餐厅用餐 他们点完菜之后等了很久 餐点都没有上来 直到隔壁桌的客人快吃完了 他们的餐点才上期 然而陈一涵张翰发现 他们点的五分熟牛排被煮成全熟 因此主动告知了服务生 对此服务生表示 牛排的确是五分熟 接着询问他们需不需要重做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却只拿走陈一涵的牛排 所以服务生端来了新的牛排 比上一份还要熟 让陈一涵不解的再次反应 没想到服务生却开始大声说话 迎来第一名男服务生前来帮忙 但大家被女服务生搞砸心情 因此拒绝了更换餐点的提议 制作单位也在节目的尾声 公开了餐厅名字 并列出了店家的缺点 包括上菜速度太慢 服务态度差等迎来不少网友认同 不过也有人认为可能是语言问题 导致沟通不良才造成的误会呢